布吉纳法索军方周一表示 他们已经罢免了总统卡伯雷 暂停了宪法 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议会 并且关闭了边境 声明提到安全局势的恶化 并称卡伯雷无法团结这个西非国家 无法有效应对包括伊斯兰叛乱活动在内的挑战 声明由中校Demiba签署 由另外一名官员在国家电视台宣读 声明称 接管行动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被拘留者在安全的地点 周一上午 有目击者在总统官邸附近 看到几辆总统车队的装甲车 车上布满了子弹孔 其中有一辆车溅满了鲜血 在过去的18个月里 马里和几内亚的政变成功以后 西非和中非各国政府 对政变保持高度警惕 去年 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伊斯兰武装分子 在布吉纳法所实施的暴力事件不断增加 导致2000多人死亡 去年11月 该国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力抗议 要求总统卡伯雷下台